在本期六度剧场中,我们将聚焦一位通过在线游戏积累财富的中国国民,如何成为美国最显赫的非美国土地所有者之一。 根据Land Report最新排名,这位名叫陈天桥的亿万富翁拥有着俄勒冈州广袤的19万8千英亩,80127公顷,林地,使他在国内地产所有者的排行榜上位列第82。 在2015年,年届50的陈天桥以8500万美元的天价从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 Ventures手中购得这片土地。 而就在上个月,俄勒冈州的税收记录揭示了这位幕后掌舵者的身份,即陈天桥旗下新加坡控股集团的同名子公司Shenda Asset Management。 陈天桥的俄勒冈地产让他成为美国最大的非美国公民个体土地所有者之一,仅次于加拿大的Irving家族。 他们在Land Report排名中已超过120万英亩的缅因州林地名列第六。 然而,近年来,美国土地,特别是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外国所有权,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敏感政治议题。 截至2021年,约有4000万英亩的美国农业土地由非美国利益拥有,其中来自中国的实体拥有相当于全美农田的0.03%。 一些立法者推动制定全国性规定,限制外国对美国农业财产的投资。 在今年7月,参议院甚至投票禁止向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个人或企业出售超过一定英亩或价值的农田。 然而,这一法案最终未能签署惩罚。 几乎一半的州都对外国所有权实施了一定的限制。 而陈天桥的故事并非仅限于商业领域。 这位浙江省出生的企业家于1999年创立了一家在线游戏公司Shanda Interactive。 仅用了五年的时间,该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并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然而,在2012年,陈天桥决定将公司私有化,并将控股集团的总部从中国迁至新加坡。 据Shanda的官方网站介绍,陈天桥的投资领域涵盖了公共和私人股权,风险投资以及房地产。 她和妻子Krissy Law于2016年慷慨捐赠了1.15亿美元,用于成立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桥和Krissy陈神经科学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对大脑的深入理解。 近年来,富有的投资者为了对冲通货膨胀和获得不相关的资产,纷纷涌向农田和其他乡村地产。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去年美国耕地的平均价值上涨了8.1%,自2020年以来更是上涨了于三分之一。 这些收益的推动因素不仅仅包括食品需求和高通货膨胀,也来自对独特地产的浓厚兴趣,比如那些提供娱乐和投资回报潜力的西部经典牧场。 最大的地主是埃莫森家族,他们拥有木材帝国Sierra Pacific Industries,而其次则是亿万富翁约翰、马龙、泰德、特纳和斯坦、克罗恩克。